大家好 我是Den 前一阵子因为被爆料操作演员金正恩 担心记者们会问相关问题 蔡野鸡没有参加自己主演的电影 雷雷雷雷的记者手艺会 因此很多网友们都担心 蔡野鸡的争议会给男主金刚舞 以及电影剧组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但是没想到 蔡野鸡主演的电影雷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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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有很多人问 身为前辈想对Praybusters说些什么 但其实我们不是前辈 Hanny的这句话引发了EXID与Praybusters粉丝间的热议 因为EXID是2012年 Praybusters是2011年出道 所以照理说应该就像Hanny说的一样 Praybusters才是前辈 但是最近以罗里逆行成功的Praybusters成员 是2016年才加入的成员们 所以EXID到底是前辈还是后辈 粉丝们的意见非常不合 Hanny应该是以组合出道年为基准 所以称Praybusters是前辈 有可能Hanny不知道Praybusters现有成员 都是2016年才加入的 不管怎么样乱出道年份 Praybusters还是前辈 一般来说在韩国只要是大一岁 就是哥哥姐姐 小一岁就是弟弟妹妹 但是在演艺圈只要对方比你早出道 就算你的年纪比较大 也必须要叫对方是前辈并使用境遇 但是EXID跟现在的Praybusters这种情况 我是觉得应该是要看个人出道年份 所以Hanny应该还是现Praybusters成员们的前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在医院遭到非常尴尬经验的Astro成员们 Astro们边在阿南兄里面节目 让主持人们猜 最近让自己最丢脸的事情是什么 平常的话会是非常高兴的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真的很丢脸 是在接受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Praybusters马上回答 接受大肠内视镜的时候 正在摆着泉睡姿势 故事突然说 哎呦我很喜欢Astro的音乐 以尴尬的姿势见了粉丝 答对了 24年人生首次的健康检查 正在等待大肠内视镜的时候 故事突然说 自己是蒙宾出演的韩剧 有了的孙干德粉丝 今天大便颜色怎么样呢 方屁也很顺利吗 真的很尴尬 因为很丢脸 所以就说了希望能早点结束 突然听到了我们的歌 为了不让蒙宾紧张 故事放了Astro的歌 哇真的太丢脸了 拜托关掉吧 查尔努也有过差不多的经验 这次是在打针的时候 故事说是我的粉丝 所以很高兴 我当然以为真是要打在屁股上 屁股open 要打在胳背上 意外的见到了查尔努的屁股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是一人的话 大家觉得是接受大肠内视镜的时候 遇到自己的粉丝或是播放自己的歌 比较丢脸呢 还是以为打针要打在屁股上 而脱下了裤子 粉丝或是却说 是打在胳背上 比较丢脸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大家好我是Dep 在半年之前 JYP就发表了 将会有TWICE的师妹团出道 当时因为乔丁村民也在JYP 所以很多人都猜测 哇 这个也能找到 太厉害了 太难听了吧 I开头的IDOL太多了 I开头的IDOL I字我 IoI Icon IDOL 阿米 阿米不是团体名 大家觉得ITZY这个团体名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